Hello大家好,我是牛牛,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是我的2018年度护肤按用品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用过的一些非常喜欢的护肤类的产品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肤质 那我是属于中性偏干皮 在春夏的季节,我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比较中性的状态 然后到了秋冬,皮肤会变得比较偏干 所以呢,我对于护肤的诉求主要是保湿滋润,维稳加抗老 大家自己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先了解清楚自己的肤质 因为护肤这个东西嘛,跟个人肤质的关系还是很大的 所以呢,就尽量多做个功课,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呢,我会介绍自己喜欢的一些肤肤品 但是呢,它们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就当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然后就想说一下,这个视频呢,又给大家准备一个小小礼物 就是Pymygrass的这个迷你唇膏套装 然后里面有小小的三只 我自己也入手了,非常的喜欢 就当是给大家做一个圣诞和新年礼物吧 那我会从微博,YouTube和B站各抽一位同学送出 标准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新西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赶紧开始,今天内容吧 那我先从卸妆产品开始说起 那首先呢,就是倩碧的这支紫金眼唇卸妆液 那这支我有在之前斯福兰那支推荐视频当中有跟大家说过 我的万念的爱用品一直一直在回购 它主要就是对于眼妆和唇妆的卸除力非常的强 能够卸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而且它很温和,完全不刺激眼睛 虽然它价格也很便宜,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支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今天最喜欢用的卸妆膏 就是RMK的这支玫瑰卸妆膏 那大家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包装是很好看的 是一个很简约,然后平时也是这样淡淡的粉色 很少女感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那它因为本身叫玫瑰卸妆膏嘛 所以打开 里面它的膏体也是淡淡的粉色 味道呢也是那种很好闻,很清甜的玫瑰味 不然你整体的卸妆体验变得非常的好 那它膏体本身的质地呢,是那种非常细腻绵软的 你涂在脸上是那种非常柔软和舒服的感觉 那它的卸妆力也是很好的 能够把眼妆、唇妆还有各种各样的底妆 卸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卸完之后呢,皮肤摸起来是那种非常细腻柔软 就摸起来非常舒服的感觉 那唯一点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本身的质地是那种比较偏油润的 所以在乳化的时候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就尽量乳化的彻底一点 尤其对于油豆皮的同学来说 这样可以防止枝豆的情况发生 好,那说完了新装产品的部分 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我的最爱洁面 那我对于洁面产品的诉求呢 首先是肯定需要它洗得很干净彻底 再有呢,就是不能够太刺激皮肤 那洗完脸之后不能够出现那种皮肤紧绷或者拔干的情况 首先就是我的年度最爱我今天洁面 就是这支LePURY的泡沫洁面膏 那它的质地是一个木丝状的膏体 颜色是粉色,溶辣很省 基本上一点点就足够洗全脸了 那它本身的起泡是非常的丰富的 就能够起出那种非常细腻 非常绵软的那种泡沫 涂在脸上是非常的舒服的 而且它的清洁力非常的好 就你洗完脸之后是一个非常干净 非常细滑 而且皮肤完全不拔干不紧绷 就摸起来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年度最爱沉间洁面 就是这支戴科的精致洁面 那它在我心中应该算是一支完美的沉间洁面了 它的质地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液体 气泡力非常的好 有一点点就可以打出非常非常丰富的泡沫 那它的泡沫相对于Lapuride那支呢 就它的泡沫会稍微大一些些 然后它是一支氨基酸洁面 所以它的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的 就完全不刺激皮肤 尤其适合早上来用 那对于敏感级的同学 用起来也是非常合适的 清洁力也是非常的好的 你洗完脸之后我觉得脸非常的干净 而且摸起来是一个水水润润 就非常舒服 非常细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使用感非常的好 再有就是它的用量真的很省 这瓶我大概用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就还剩很多 我觉得相对它的效果来说 真的是性价比挺高的一瓶了 其次来呢就是我最爱用的洁面仪器 就是Clarisonic的这个洗脸刷 那它是MIA2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身能清洁 就跟你吐手洗脸的效果 是完全不能比的 我用它的频率大概是每周一到两次 那用的方法呢 我会搭配就是Lapuride这支泡沫洁面膏一起用 先用打泡网打出很丰富的那种泡沫 然后厚厚敷一层在脸上 然后再用它走一边正常的那种清洁程序 洗完脸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脸在发光 就是洗得非常的干净 整个毛孔都有被清洁到的感觉 尤其推荐脸上有闭口困扰的同学 可以试试它 我觉得它对于居住闭口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那在刷头的选择上 我是一直在用这一支 就适合敏感肌的刷头 我觉得它的触感相对来说 摸起来是很柔软的 就对皮肤没有那么大的刺激 我觉得适合大混肤质的这样的一个刷头 好那说完了清洁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来说一下我最爱的两瓶化妆水 那首先呢 就是Lamere的这支精脆水 那这支呢 我相信大家很多熟悉的同学也知道 它是我的最爱化妆水 就没有质疑 今年呢 其实我也用过很多其他牌子的高性能水 比如Laparie的那个蓝玉籽水 我觉得用下来 那瓶的单价还要更高 但是它没有它好用 那它主要就是一个保湿 镇静修复的效果特别的好 尤其是保湿 就是你涂在脸上会觉得皮肤立刻被滋润到 那另外一瓶最爱化妆水呢 就是Origins的这个蘑菇水 而这瓶是中央 因为它的症状已经被我用掉 然后瓶子被我扔了 就只剩这个中央在手上了 这个菌菇水已经陪伴我 真的是很多很多年 从我肤质还是混合皮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的偏干皮 它都一直在我身边 就属于家中常备 身边没有就不太安心的那种 那它的效果主要就是一个镇静修复 加去红的效果 尤其适合在皮肤状态不太稳定 比如说有点泛红 一起痘痘的时候用 用它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用它的时候呢 是会用来泡面窝纸 用来湿敷 然后每次湿敷完 脸上的皮肤都是一种 立刻被安抚到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算是 同类型化妆水当中 效果最好了 加上它价格也不贵 我觉得算是性价比 非常高的化妆水了 非常推荐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最爱的精华类的产品 那第一支呢 就是胶韵师的双翠精华 那这支是我今年 最爱的达底类的精华 这支我今年已经用了 大概有五六瓶了吧 那这瓶刚刚空瓶 它的补货已经在路上了 这支其实我有 在之前斯福兰那支视频当中 有跟大家说过 就真的非常的喜欢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保湿滋润加轻微的抗老 尤其是保湿滋润的效果 真的非常的棒 就你上脸之后呢 我感觉到皮肤立刻被滋润到 然后皮肤的细腻程度 也有明显的提升 就毛孔呢 也会有一定的缩小 总之呢 因为这瓶非常的喜欢 之后也会一直在回购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年度最爱 夜间精华 就是这一瓶HR的 绿宝瓶系列的夜间精华 那这瓶呢 其实是我在买 普通版的绿宝瓶的时候 桂姐姐就给了我一个小样 然后用完小样之后 就立刻的爱上 真的非常的好用 所以后来呢 我又立刻回购了两瓶正装 它的质地呢 是有一定的流动性 然后本身呢 也有一定粘稠度的 精华液的质地 上脸之后 非常的好吸收 然后质地呢 那用完之后呢 第二天皮肤起来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不油不干 水油平衡的状态 而且呢毛孔隐形 七色呢 也会看起来很好 那总之呢 这瓶我非常的喜欢 之后呢 也会一直回购 那接下来这支呢 就是我今年最爱的 综合性的精华 也可以说是我今年 最喜欢的一瓶精华吧 就是BioEffect的EGF 面部精华 那这个牌子 也算是我今年 最惊喜的一个发现 因为之前 我都从来没有用过 它家的产品 那我买了它的面部精华 也买了眼部精华 两个呢 都是我今年的年度爱用品 眼部精华 我会放在之后说 这瓶精华 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都非常的出色 是综合性非常的强的 它的功能有保湿 滋润 修复 抗老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它主要的成分呢 是EGF 叫表皮生长因子 那这个成分呢 主要就是对于 皮肤的修复能力 非常的好 尤其是皮肤有伤口的时候 它可以非常快的 促进皮肤再生 所以呢 在你皮肤有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有点泛红 起痘痘 或者是有一些伤口的时候用 它的修复能力 都是一级棒的 那我自己用起来呢 就是皮肤有任何泛红 或者起痘痘的情况 基本上用它一两天之后 就会皮肤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改善 就立刻被安抚下来 那它本身的质地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水状 流动性很好的质地 但是上眼之后呢 会化成那种水油结合的质地 滋润度非常的好 而且你能很明显地感受到 它有一定的紧致 和提拉的效果 那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自己感觉就是 皮肤的纹理 有变得比较的细腻 而且皮肤的质感 看起来也有变得更好 就看起来更加的健康 有光泽了 唯一点呢 就是它价格 真的是比较贵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用量 还算是挺省的吧 就一滴 基本上就可以涂全脸 所以这一小瓶 其实是能用挺久的时间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年度最爱保湿精华 就是杜克的紫米精华 那这瓶精华 我之前有在微博上推荐过 那这已经是我空瓶的第三瓶了 就真的非常的喜欢 那它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保湿滋润的效果 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质地 是一个半透明状的 大概中等粘稠度的 精华液的质地 上脸之后非常的好吸收 然后用完之后 皮肤是一种瞬间喝饱水 然后摸起来水水润润 坦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如果白天用的话 后续的上妆 也会变得更加的服贴 那总之它各方面 保湿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喜欢的一瓶 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年度最爱 面部精油 就是这瓶娇懒的黄金附阅蜜 那这瓶呢 我其实也有在之前的 爱用品视频当中 给大家推荐过 真的非常喜欢的一瓶 那它的质地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它是一瓶精油啊 但是它的流动性 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水妆的精油 那上脸之后呢 非常好吸收 那它保湿度和滋润力 是非常非常棒的 就你上脸之后呢 感觉它立刻非常的滋润 但是呢 它也完全的不闷 那用完之后呢 第二天起来 你就会发现皮肤的心理程度 有一定的改善 毛孔呢 有一定的缩小 而且它也可以跟面霜混在一起用 就滴在面霜里 帮助面霜乳化 可以很大的提升 面霜的吸收力 还有滋润度 好 收完了面部精华的部分 接下呢 我来说一下 我的年度最爱面霜 那分为日霜和晚霜 首先说一下 我个人其实对于面霜的要求 比较的简单 主要就是希望它们 能够做到足够的保湿滋润 因为我已经用过 足够多的精华了 所以呢 还是希望面霜的功能 比较的淡易一些 就能够锁住之前 我用过的精华 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好 那首先呢 就是我的年度最爱晚霜 就是这支CPB的 夜间修护面霜 那这支面霜 它的功能 其实也是比较的简单直接 就是保湿 修护的效果非常的好 对皮肤的滋润力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我一个干皮用起来 觉得第二天起来 皮肤还能保持一个 很滋润的状态 那它质地呢 是介于乳液和面霜之间的 大概属于中等左右的厚度 就上脸之后 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然后它的香味也很好闻 总来说非常喜欢的一支 接下来我的最爱日霜 就是这支CC的 植物修护面霜 那这支已经是我用掉 大概第四瓶了 就一直在回购 非常喜欢的一支 我也试过其他不同的日霜 我觉得综合用下来 还是这支我最喜欢 那它的质地呢 是一个比较丝滑的乳霜的质地 上脸之后非常的好吸收 滋润度也很棒 它的名字叫修护面霜嘛 所以它主要就是 镇定修复的效果特别好 尤其是冬天 你皮肤比较容易干燥泛红 那用了它之后 就皮肤泛红或者干燥的现象 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而且它我最喜欢的一点呢 就是它上脸之后的质地呢 是一个哑光的质地 就你摸起来 皮肤是一个 不油不干水油平衡的状态 后续的上妆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服贴 总之使用感非常的好 好 说完了 面部保养的部分 接下来我来重重说一下 眼周的保养 那眼周的皮肤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整张脸当中 最薄最确弱的部分 所以相对来说 也很容易出问题 而且一旦出了问题 就真的挺难得到 修复和改善的 所以呢我个人 对于眼部保养的态度呢 一直都是以预防为主 就希望尽量推迟 各种各样问题出现的时间 能够尽量维持出现在的状态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那首先就是 我的年度最爱眼睛华 就这支BioEffect的 EGF眼睛华 那这支呢 其实是我最近 一两个月才开始用的 跟之前提到的 那个面部定华一起用的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这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注射器的形状 然后前面可以打开 然后前面是这样的 一个滚珠按压头的设计 就可以直接用在眼周 非常好吸收 那它的成分呢 跟之前面部定华一样 主要就是EGF 叫表皮生长因子 主要对于皮肤的 修复再生的能力 非常的好 那用在眼周呢 主要就是它的 保湿的效果特别的好 尤其是对于一些 假性的干纹和细纹 基本上用了一两天之后 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而且我觉得它也有一定的 节制和抗老的效果 那如果能够 一直坚持用下去的话 眼周的状态 是能够得到 很好的维持的 总之呢 这支应该是 我有史以来用过的 最喜欢的眼镜华了 用完之后呢 也能够促进 后续的眼霜 更好的吸收 然后我也推荐给了 很多身边的朋友 那它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确实价格比较贵 但是呢 如果有条件的同学 我觉得如果 也能够一直坚持用下去 效果真的是很棒的 非常的喜欢 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年度最爱眼霜 就是这支 LePURY的薄金眼霜 那LePURY家的眼霜产品 我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是我用过的 所有牌子当中 眼部产品最好用的了 那这瓶呢 它主要的效果呢 就是保湿滋润加上抗老 尤其是对于眼周的 细纹和干纹的 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我用下来呢 其实眼周的状态 是能够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维持 就不太会出现 黑眼圈 眼带或者是浮重的情况 而且它本身里面 有一点那种亮晶晶 就是闪光的成分 我觉得用在眼周呢 有一定的提亮 眼周肤色的效果 唯一一点可能的顾虑呢 就是我看网上测评 有人反映说 它有一定的搓泥的现象 那我自己个人呢 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因为我会搭配眼精华一起用 就促进它更好的吸收 那如果是有 用眼霜 眼部有搓泥情况的同学 我建议你们可以 先尝试一下 去下角质 看看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年度最爱贴片眼膜 就是这支 亚莎莎的小棕瓶眼膜 那反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眼膜本身 和精华液是分开的包装 然后用的时候呢 需要先涂手 就是把精华液这样挤破 然后浸透这个眼膜 然后再用 我觉得这个包装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卫生的 这支眼膜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那它主要的效果呢 就是保持滋润 加上密集的修复 尤其是在眼周状态 不太好的时候 就有一些倦带感 或者是浮肿 黑眼圈的时候 用它可以连续浮上 大概两三天 那之后眼周的状态 能够得到一个 很好的改善 接下来呢 就是这支Revive的眼膜 它是我的最爱的 睡眠眼膜 没有之一 那这瓶呢 我已经用了 大概有五年的时间了 就这五年的时间当中 我一直不断的在回购 真的非常喜欢的一瓶 那它主要的效果呢 就是一个去浮肿 和紧致的效果 非常的棒 每周呢大概用两次 然后每次呢 就后敷一层过夜 或者是在 就是眼周状况不太好 就或者是熬夜 眼睛周围有些浮肿的周用 盖成起来 你会发现 不管你头天晚上做过什么 眼睛周围的状态呢 就会是一个非常紧致 如光换发 看起来非常精盛的状态 那它的容量呢 其实这一罐有30毫升 所以其实 是可以用非常久的时间的 就对它的效果来说 我觉得这一罐 还算是性价比挺高的 真的能用很久的时间 非常的推荐 第二呢 就是这支 最爱的眼部激光仪 那是我今年最爱的眼部的仪器 那这支呢 其实我前几周的时候 才刚开始用 是我上个月黑舞的时候买的 然后用完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然后后来又立刻发微博 我就给大家推荐说 我用起来 这体验非常的好 那我先说一下它的用法吧 因为它是一个激光仪嘛 所以如果是直接裸 用在眼周的话 会非常的疼 所以在用之前呢 一定要先后敷一层眼膜 或者是眼镜滑 眼霜也好 总之要后敷一层做打底 这样的话 它用完它之后 才不会出现那种红肿啊 或者是那种结痂的情况 打完底之后呢 就用它在眼周这样画圈 它本身呢 是有定时的 然后每边是一分钟 所以总共就有两分钟的时间 用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用完之后呢 眼周会有一些轻微的泛红 这个时候呢 最好还是敷一下眼膜 或者是面膜 对它有一定的舒缓的作用 然后第二天睡觉起来呢 基本上这个泛红的现象 就消失不见了 那如果是皮肤有点敏感的同学 可能这个泛红的现象 会持续的稍微久一些 但是时间长之后 这些泛红的现象 都会消失不见 接下来说一下它的效果 它最棒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对于黑眼圈 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那改善的程度呢 是任何眼霜 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而且呢 就眼睛下方 如果是有轻微泪沟的同学 我觉得它对于轻微的泪沟 也是有一定的改善的 就会感觉到眼下 就是有一些凹陷的部分 能够被充盈起来 就变得烹润一些 这样的话 眼睛下方看起来的状态呢 就会不那么的疲倦 就是一个比较精神的状态 那总之这支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它对于眼周状态的改善程度 其实是任何眼霜产品 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当然也不能说 它有多么多么的神奇 就会让你一夜回春 一夜回到18岁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效果 如果搭配其他的眼色产品一起用 确实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接下来说一下 我最爱的几支面膜 那里面有清洁面膜 保湿面膜 还有睡眠面膜 那首先呢 就是香吉卡的这一支清洁面膜 那这支它效果呢 就属于一个温和有力的 跟它家产品一关的风格 还是非常符合的 然后它的本身的质地呢 是非常细腻 非常柔软的 就你涂在脸上之后 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它的清洁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它洗完脸之后 会觉得脸部被清洁得非常干净 但是呢 完全不干 也不紧绷 脸部是一个非常干净 但是很舒服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它的香味也非常的好闻 那使用频率上呢 我现在是大概两三周用一次 因为我本身皮肤是偏干的 那如果是油性 或者是混合系皮肤的同学 一周一次 都是完全OK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最爱保湿面膜 就是这个奥伦纳素的水疗冰白面膜 那这个面膜呢 首先它用起来确实有一点麻烦 因为它分两步 也不是两步了 就是把这两个需要混在一起 第一步呢 先倒这个液体在一个碗里 然后这一袋里面是粉末 就需要先把它们搅匀 然后趁它们没有干之前 迅速涂上脸 后敷一层 然后它在脸上之后会慢慢的变干 大概敷20分钟之后 你可以把它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一瞬间呢 你会发现皮肤变得非常的光滑细腻 是那种不油不干水油平衡的状态 而且摸起来非常的水润 就很接近那种水煮鸡蛋的质地 所以它主要就是保湿肌肉的效果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你皮肤状态不太好 皮肤看起来比较疲倦的时候 用完它 你整个皮肤的状态 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然后我自己呢 也囤货了很多 就非常喜欢的面膜 接下来呢 就是我的最爱贴片面膜 就是这个亚善善的小棕皮面膜 也叫它钢铁侠面膜 它叫钢铁侠面膜的原因呢 就在于它的设计上 就除了正常的一层面膜纸之外 外面呢 还加了一层锡箔纸 所以你敷上脸之后 就很像一个钢铁侠 那这个锡箔纸的设计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锡箔纸嘛 本身它是不透水的 所以你敷在脸上之后 就能够把面膜的精华液的成分 牢牢地锁在脸上 就更有助于皮肤 很好的吸收里面精华液的成分 这个面膜的效果呢 就是非常的保湿滋润 就密集修复的效果非常的好 是一片急救类型的面膜 那它跟刚刚手药冰白面膜的效果比起来呢 手药冰白它敷出来的效果 皮肤会变得比较的光泽细腻 是一个比较水油平衡 不油不干的状态 那它敷出来呢 第二天起来皮肤是一个非常的光泽 就保湿滋润度有非常大的提升 皮肤会发现它的光泽度和水润度 都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且它本身里面的成分 就是小冬品的精华嘛 所以它有一定的抗老的效果 它敷出来你会发现 皮肤的纹理会变得更加的细腻 那有一些干燥啊或者是干纹的情况 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最后呢就是兰妹儿的这个顺便面膜 我自己呢个人是非常喜欢用顺便面膜类的产品的 就经常用它们来替代碗霜 然后我大概用过将近十种不同类型的顺便面膜 然后用下来呢最喜欢的还是它 它的质地呢上脸之后非常的好吸收 而且吸收完之后脸部是一个哑光的状态 那你完全不用担心锅液啊 蹭到枕头上之类的情况发生 那它的效果主要就是保湿修复加急救 那尤其是修复的效果真的特别的棒 尤其是在你皮肤状态不太好 比如说有一些泛红或者是起闭口 甚至是刚挤完痘痘留下那种红肿的伤口 用完它第二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伤口啊或者是闭口 都有被安抚下去 那整个皮肤的状态呢看起来就是一个闪闪发光 就看起来非常的精神 气色特别好的感觉 那最后呢就是我的年度最爱防晒 就毫无疑问还是自生堂的这个小白瓶 那这个小白瓶我真的已经用掉过无数只了 就一直一直在回购 我这几年当中几乎365天天天都在用它 当然呢这中间我也试过其他牌子的防晒 但是呢对于其他牌子防晒的喜欢程度 没有一致可以超过它 它的质地呢就是一个无忧的防晒霜 霜质地非常的轻薄 然后上脸之后吸收非常的快 成膜呢也非常的迅速 你除上脸之后会感觉到非常的轻薄 就是皮肤没有任何的负担 那唯一一点就是可能上脸之后有一丢丢的泛白 但我觉得这个泛白的程度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涂涂霜霜的妆性呢我就不多说了 绝不仅仅是防止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止晒老 总之这瓶呢是非常好用很适合日常天天涂 然后对皮肤呢也没有任何负担 非常喜欢那一支防晒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会把今天视频当中我提到的所有产品的信息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供大家做参考 那下一支视频呢会是我的年度彩妆爱用品 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视频当中的产品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都欢迎给我留言 我都会敬礼一回复大家的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